结束十年感情 我决定做个渣女 对着闺蜜家小六岁的弟弟下了手 谁料得了只能说真话的病 这下渣得明明白白 小奶狗一边咬牙切齿 一边缠着不放 姐姐别玩了 姐姐嘴甜 但姐姐不爱你 何周辰滚完床单的早上 我趴在他胸口 本想说点甜言蜜语 张嘴就来了这么一句 眼前的俊脸一瞬间黑如锅底 他一把推开我 背过身去 小孩子年纪不大 脾气不小 不过我也是怪了 说好的做个渣女 嘴甜心狠 怎么一开口就把实话说出来了 不行 对再试试 我凑过去 从身后搂住他 男女这回事 女的也许不亏 男的一定血赚 你有啥好生气的 腰瘦了 这下他不只是脸黑 眼珠子也红了 顾向晚 得 联名戴姓喊我 小孩这是真生气了 认识周辰是两个月前 当时我刚跟相恋十年的男友分手 周莹怕我想不开 死活拉着我去酒吧跨年 那天人很多 我兴致缺缺的缩在角落 周辰就在这个时候凑了过来 你好 我是周莹的弟弟 姐姐说今天朋友太多了 让我照顾你 灰色为苦 蓝色为衣 清爽的八字碎盖明显精心打理过 笑得明朗干净 这个男孩子身上透着满满的朝气 我好像有点理解 前任为什么喜欢年轻的姑娘了 顾向晚 我冲他伸出了手 突然想起来这不是工作场合 自嘲一笑 刚想撤回手 却被人轻轻握住 周辰 他握着我 手不松开 整个人靠了过来 我可以叫你晚晚吗 少年身上的气息干净 却裹挟着浓浓的男性荷尔蒙气息 熏得人有点发慌 我往后撤离 洋装镇定 周莹都是叫我向晚姐 你跟他一样就好 我猜不要跟他一样 叫晚晚多好 偏要把你叫老了 周辰长得很好看 是那种复合我审美的好看 高鼻深目 轮廓清晰 下汉线 确实如刀削腐杂 这样冷冽的长相 偏生了一张饱满的唇 生生消去了那股灵力 透出一丝少年气来 正是这股少年气 让他即使撇嘴撒娇 也不显为何 随你 周莹说过 年下不叫姐 心思有点野 他这个弟弟 不能吧 周辰的长相很招人 那晚一波又一波的姑娘来约他 他却始终守在我身边 我要听姐姐的话 午夜钟声响起 窗外燃起烟花 少年看向我的眼睛里 铺满了星光 晚晚 新年快乐 正想着 就觉得身上一凉 是周辰翻身卷走了我的被子 这是告诉我还在生气呢 本想着说点什么安慰的话 结果一出声 幼稚 恨不得打自己两巴掌 周辰坐起来 眼圈都红了 顾向晚 你是不是想使乱中气 没那么严重吧 我的嘴有了自己的想法 弟弟 可不心胡说 你自己送上门来的 这下捅了马蜂窝 周辰起身就开始穿衣服 一声不吭的 咬鸡 明显在发力 我怀疑后 槽牙都碎了几颗 急归急 你可不能咬人 我一害怕 嘴又突露了 这话提醒了他 周辰突然停下动作 悠悠地盯着我 他不会真要咬我吧 事实就是 他会 狗男人搂住我的腰 低头就叼住我的左后侧颈 那是我的死穴 疼痛夹杂着苏麻 清洗我的感官 要命的是 他还舔了一口 我两腿发软 只能攀住他的胳膊 才能避免自己滑下去 他被我的反应取悦到 抱着我轻笑 婉婉 舒服吗 滚 我心底咆哮 脱口而出的却是 舒服 干 让我去死 二 每周二是我和周莹的闺蜜之夜 我照就去到他家 洗漱以后拉着小手 躺在床上闲聊 你外面有狗了 不是疑问 是陈述句 我有点愣神 还没来得及说话 他直指我的肩膀 睡衣领子太大 周辰咬的牙印露出来了 确实是狗 那狗还是你弟 我咬紧牙关 才没把心里的话说出来 周莹 确实凑过来跟我八卦 哪一年的 应该是零零 牛呀姐们 周莹冲我竖起大拇指 不愧是我交出来的 青出于兰儿胜于兰 体验感怎么样 我无脸 有点不敢想象 等周莹知道八卦的是自家弟弟 我该怎么死才能让他解恨 周莹只当我是害羞了 大发慈悲地放过我 忍不住的感慨 你脱单了 周辰那臭小子也官宣了 最后居然就我一个单身狗 你说啥 周辰官宣 什么时候 王八蛋 才从老娘床上爬起来 就跟哪个狐狸精官宣去了 你问我为什么这么想 他官宣的要是我 周莹能认不出来 然后我点开朋友圈 好吧 狐狸精是我 周莹没认出来 是因为他只拍了两只 交握在一起的手 我想起来 今天为了哄周辰 我是陪他看了场电影 期间他非要跟我十指紧扣 还换来我一句嘴贱 你爪子真黑 他气哼哼地表示 要用光我的护手霜 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拍的照片 还配了这么煽情的文案 长长久久 碎碎年年 我总觉得这只手有点眼熟 周莹把照片放大了 细细地看 能不熟吗 现在就被你牵着呢 这手表 我记得你也有一只吧 当然有 就在你床头柜上搁着呢 你那表不便宜 能跟你带同款 看来咱弟找了个小富婆啊 我不敢出声 只能点头复合 周莹终于看出了不对 你今天怎么画那么少 我扯出一个苦笑 我怕画多了吓着你 手表 衣服 还有这美甲 周莹反应过来 抓着我手举起来看 一模一样 顾向晚 你你你 是我 他可算反应过来了 为了不自保 我差点憋死了 顾向晚 你够可以的啊 我弟小你六岁 你怎么下得去手的 你刚刚还夸我牛 我教你泡弟弟 不是让你泡我弟弟 他下的手 我只是没拒绝 只能说真话 我也就直接摆烂了 再说了 谈谈恋爱 又不结婚 不是你说的吗 找个弟弟 开心就好 怎么的 听这意思 你泡了我弟 还打算扎我弟 周莹惊了 顾向晚 我可没教你做扎女 怎么是扎呢 各取所需罢了 我并不觉得周晨这样的小孩 对我能有几分真心 周莹正要损我 房门突然开了 是周晨 客厅没开灯 他的脸被隆在一片黑暗里 表情不明 他应该是在看我 他怎么回来了 我们的谈话 他又听到了多少 我叫他回来 想着你也在 一起八卦下他官宣的事 我是被八卦的另一个当事人 是他意料之外 许是周晨沉默的时间太久 周莹 咽咽口水 突然就把我推到门外 你惹的祸 自己解决去 周莹杀我 还是管杀不管埋那种 喝 女人 周晨的反应和我想的不同 我以为大家有着成年人的默契 不必把话说得太过于清楚 他却是义父受了伤的样子 顾向晚 在你心里 我到底算什么 没想到会听到言情小说的标准台词 我目瞪口呆 接不上词 他执拗地看着我 不听到答案 不罢休 男朋友啊 我没说谎 不会结婚的男朋友 也是男朋友 一生一世的那种吗 我笑 别闹 你知道人的一生有多长吗 所以你从来没想过跟我结婚 你甚至都不相信我喜欢你 周晨红着眼 眼神里写满了委屈 我落荒而逃 我的真话一定是不相信的 周晨也懂 手机上收到他的信息 顾向晚 你没有心 晚上我失眠了 满脑子都是他眼角发红的可怜模样 第二天 我顶着黑眼圈踏进公司 前台妹子八卦地凑过来 玩玩姐 你这是被朋友圈刺激了 什么朋友圈 我一脸猛逼 他点开张子诚的头像 最近一条动态 是和一个年轻妹子的合影 感恩相遇一百天 你是我生命的救赎 让我挣脱失望悲愤的泥泞 重获新生 做做的令人作呕 就他 也配 为了维持自己对外的知性人设 和张子诚分手后 我一直秉持着能回避就回避 并无可避也不诋毁的原则 一句真话都没说过 现在 管他呢 前台妹子冲我竖起了大拇指 我就知道玩玩姐敢爱敢恨 才不会对个渣男念念不忘 这话引起了我的好奇心 你怎么就断定他是渣男了 你们分手两个月 他跟新人相遇一百天 傻子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果然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我回了他一个大拇指 这是魂不守舍的一天 我打开周辰的对话框 写了删 删了写 一不小心点到他的头像 我拍了拍周辰的八块腹肌说 手感真好 疼的一股热意冲上脑门 我吓得赶紧熄灭手机 想起来要撤回时 已经来不及了 可他并没有回复我 这是从来都没有过的情况 他虽然看上去幼稚 却好像没有真的生过我的气 心头的失落怎么都压不下去 下班时 张子诚把我堵在了公司 对着我心事问罪 你都对别人胡说神了 今天公司的人看我跟看猴子一样 我都说了 我们分手是因为性格不合 你怎么胡乱攀咬别人 还污蔑我 我被气笑了 我胡说什么了 难道你没出轨吗 好意思说性格不合 在一起十年了才发现性格不合 你是智商有问题吗 好歹多年感情 我一直没有对他恶语相向 想来是给了他错觉 认为我好欺负 蹬鼻子上脸 张子诚气得说不出话 一张脸憋得通红 我趁机补充道 还有 麻烦你补补脑子吧 两个月前为了铺路发分手 昨天又说新欢相爱一百天 你当大家跟你一样失了智 一百以内加减法都算不明白吗 傻X 张子诚愣住了 就在我以为他终于知道问题出在哪的时候 他突然来了一句 我们都互删了 你还找别人看我朋友圈 你果然放不下我 颇有些得意洋洋 我无语望天 我的错 我不该奢望傻X的脑回路能回归正常 心想着不与傻瓜争长短 我的嘴却自动接了话 呵呵 就你这长相 十年前还算得上纯红齿白 现在又黑又胖又油腻 五官都变了形 出轨成性 自私自恋 有哪点值得我放不下的 张子诚没有见过我这副模样 过去十年 我在他面前 是温柔独立的避风港 痴恋付出的崇拜者 从不曾如此咄咄逼人 顾向晚 我跟你分手真是分对了 你看看你现在这副泼妇的嘴脸 活该没人要 他激动的跳脚 食指都快戳到我脸上了 我最讨厌别人拿手指我 好想掰舌他的手指头 四 张子诚手指真的折了 不是我有特异功能 是周辰突然出现 捏住他手指往下凹 冷峻的眉眼间满是怒意 他有没有人要 不是你该操心的事 再有下次 折的就不只是一根手指了 他强势地搂着我离开 张子诚在我们身后叫骂 我全然顾不上其他 眼睛死死盯着周辰 霸道的小孩 好帅 周辰是骑机车来的 他低头帮我戴头盔时 我按住了他的手 你还在生气吗 明明刚才护着我 现在却不理我 周辰无奈叹了口气 你气我的能耐哪去了 居然差点被人欺负 真是笨死了 我惊讶了 他生气的点居然是这个吗 心头有些发酸 心软成一团 乖乖 不气了好不好 我仰头讨好的去亲他 跟你生气有用吗 没心没肺的 他想躲 被我一把勾住了脖子 唇瓣相处 我故意贴着不动 不过几秒钟 他没忍住回应了我 我还没有消气 所以你今天要好好陪我 周辰话说的硬气 耳朵已然红了 好 周辰要带我去山顶 跨上机车后座 搂他腰时 我手间摸了一把 他的腹肌 果然手感不错 他全身肌肉瞬间紧绷 沉着嗓子吼 顾向晚 等一下不想出车祸 就不要乱动我 我故意贴近他耳朵低语 你自己敏感还怪我咯 他扭头盯着我 眼神忧伸 嗓音低哑 看来 你不想去山顶 更想回家 不 我想去山顶 我们去看日落吧 我描怂 开玩笑 他这状态 现在回了家 我明天班都别想上了 他不情愿地收回眼神 门声启动车子 看上去还有点失望 风微凉 山脚下的灯光 陆陆续续亮起 我们到达山顶时 太阳早已落山 没有夕阳 还有星星 周辰示意我抬头看 还没黑透的天空 灰蒙蒙的 已经能看到 凌落的微弱星光 你本来就不是 带我看日落的吧 内心隐隐有了猜想 嗯 周辰没有否认 他从身后环抱着我 下巴搁在我肩膀 说话声音轻轻柔柔 晚晚 不要留恋错过的东西 日落也许很美 但万家灯火 满天星辰 很多东西都值得你去喜欢 周辰 你是想让我喜欢你吗 他缓着我的手臂紧了紧 我能听到他的心跳 一下一下 越来越快 那晚晚可以喜欢我吗 他问的小心翼翼 我在他怀里转身 迎上他忐忑的目光 周辰 我没说过不喜欢你 我喜欢你的脸 身材 声音 我抓起他的手 手心贴合 再缓缓张开 与他食指相扣 还有手 手掌宽大 手指长而有力 是男性特有的 略带粗糙的骨骼感 牵着我的时候 很有安全感 可我对你的喜欢 只是这些外在 这些浮于表面的东西 真话或许伤人 谁叫我没办法说谎呢 我以为周辰会生气 可他没有 反而笑了 是那种明朗书心的笑容 就算你只是因为外貌喜欢我 我也是愿意的 他低头看我 眼中笑意弥漫 我很开心 自己长成了你喜欢的样子 我被他的笑迷了眼 轰呼呼的亲上去 他唇半清奇 手掌拖着我的后脑 逐渐的反客为主 天上的星星好亮 他的笑 我也好喜欢 呜 周辰非要教我打游戏 我们窝在被子里 一人一台平板 开始了操作 赢了他亲我 输了罚我亲他 他想要逆逆歪歪的小心思 已经藏都不藏了 不过我今天开心 也就纵着他了 玩得正高兴时 微信被轰炸了 数十条消息提示音 同时响起 我疑惑的点开 发现是公司的讨论群 很多人在at我 起因是有人发了一个朋友圈截图 在群里 一个女人勾着男人脖子 与对方亲密接吻的照片 配了句含混不清的文案 公道自在人心 之所以那么多人at我 自然是因为当事人又是我 照片是周辰接我时 被偷拍的 拍照的人技巧不怎么样 胜在周辰的帅脸能打 看上去倒也有几分唯美 我静静翻看着 眼见群里从讨论男主角好帅 看上去好嫩 上升到我是不是感情受挫严重 性情大变包养了小奶狗 突然感觉身边凉嗖嗖 我扭头 看到周辰绷着脸 显然全程看到了聊天记录 我扯过他的手 与他食指紧扣 拍下照片 扔进群里 正常恋爱 感情稳定 Wu Q 群里炸开了锅 我熄灭手机不再关注 转而笑盈盈地去看周辰 他眼睛亮晶晶地发着光 激动地一把抱住我 开心地在我耳边滴雨 晚晚 我好爱你 周辰开心的后果 是我老腰差点折断 进入公司的时候 脚步还有些亮抢 前台妹子见我这样 露出一脸八卦的姨母笑 我老脸通红 赶忙躲回了办公室 倒也不是后悔官宣 就是身边的人全都知道 自己在老牛吃嫩草 有点骚得慌 工作起来 时间总是过得很快 等我处理完手头的事情 想接杯水喝 才发现饮水机出了故障 只能拿着杯子 去了茶水间 刚走到茶水间门口 就听到一阵 积极喳喳的讨论 里面还夹杂着我的名字 你们说 婉婉姐和张子诚 到底是谁绿了谁呀 这个声音 是行政部的料杀 那还用说吗 张子诚 有一百天记录的失锤 婉婉姐那个小男生 指不定是用来搬回 一城的工具人呢 谢谢 你们可真敢猜 不过单从颜值来说 婉婉姐赢麻辣 小男友可太帅了 倒是张子诚 新人那长相 跟婉婉姐比差远了 前台妹子一如既往的力挺我 人家长得好不好看 都比顾向婉年轻好吧 唯一的男生 是张子诚同部门的王亮 也是他的下属 再说了 以顾向婉的性格 能官宣出来 交往时间肯定很长了 指不定比张总监更早 是谁贼喊捉贼说不定呢 哦 那你觉得谁是贼 我带着笑推门进去 不经一般轻声接话 几人低下头 偷偷瞄了我一眼 我当然知道 他们想溜走 但是更想听听我的说法 继续八卦 我给自己倒了杯咖啡 夺不到王亮面前 群里那个朋友圈 我知道是你上司发的 麻烦你回去转告他 别再作妖 我手上多的是他出轨的证据 以前留一线 是考虑到同在一个公司 不想搞得太难看 但是我不会允许他 把脏水泼到我头上 还有 我男朋友零零后 他不仅帅 同样年轻 我笑一音的对几个姑娘挑挑眉 神清气爽的走了出去 想周辰了 多亏了他 赢的感觉真爽 晚上见面 我开心的奖励了周辰几个亲亲 他有些惊喜的抱住我 追问道 什么事情那么开心 我把白天的事情讲了一下 周辰脸上的笑意淡了下来 怎么了 明明刚刚还很开心 他垂下眉眼 神色有些低落 你遇到事情 我都帮不到你 没有的是 你这张脸 可是大大的给我争了口气 我揪起他夹边的软肉 轻轻扯了扯 年轻真好呀 软软QQ的 他嘟着嘴 还有些不满 嘟嘴的样子 好可爱 我忍不住亲了亲他 一下又一下 直到红霞不满他的耳朵 他有些羞涩的低头 下巴搁在我肩窝 闷声撒娇 晚晚 我想要你喜欢我 每天都更喜欢我一点 手机传来震动 我一手点开手机 一手揉着他的头发 敷衍着 有呢有呢 每天都喜欢你的 是周莹发来的消息 提醒我不要忘记下周的高中同学聚会 高中同学啊 又有张子诚 头壳好疼 在我没有注意的间隙 周辰盯着我的手机屏幕 眼神凌厉 全然不是平时表现的软萌模样 六 同学聚会这事 周辰表现得很不安 我不想你见张子诚 我会不开心 有什么不开心的 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可你喜欢过他那么多年 我担心 小孩声音闷闷的 透着委屈 担心什么 觉得我会跟他就情复燃 我故意逗他 顾向晚 果然 周辰又急了 眼睛红红的 委屈巴巴 发了狠的亲我 好半天才安抚住他 傻子 我平时在公司也会见到他呀 我一点都不喜欢他了 真的 那你答应我两件事情 小孩趁机提起了条件 说说看 聚会的衣服 你要穿我准备的 我点头同意 周辰的审美一直在线 出不了什么幺蛾子 聚会结束 我要去接你 你不可以避开你同学 继公司群体后 这是想让我对着老同学官宣呢 周辰这小孩 占有欲是不是强了点 我内心泛起嘀咕 审视的看向他 还是那富人畜无害的模样 抿着唇 嘴角下撇 眉心微醋 像条可怜兮兮的小狗 看来是我想多了 也行吧 反正官宣这事 一回生两回熟 还能避免张子成 整出什么幺蛾子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心疼男人倒霉八辈子 可怜男人 起码也得倒霉一回 周莹对着我笑得惊天动地 顾向晚呀顾向晚 咱俩十七八的时候 我都没见过你这身打扮 红色卫衣 白色白者裙 白色中筒啊 搭配同色系增高老爹鞋 还扎了个青春洋溢的丸子头 我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快别废话了 带我去你家换衣服 那可不成 我答应过我弟 必须保证你全虚全已地出现在同学聚会 再说时间也来不及了 其实吧 还挺好看的 呵呵 如果你能先把笑开的嘴和上 说的话 还有万分之一的可信度 同学聚会无非是打着叙旧的名头互相攀比 还好周英提前和要好的同学打过招呼 我和张子诚的位置被安排的相隔甚远 我全程隐形 低头干饭 有人来打招呼就微笑寒暄 其他时候都是周英挡在前面 聚会前办成还算顺利 直到酒过三巡 有人打破了这份宁静 晚晚 我记得你最爱吃回锅肉了 一盘被挑的七零八落 只剩青蒜苗和配料的菜被转到我面前 高中时 食堂师傅是四川人 川菜做得极好 回锅肉确实是我最爱吃的菜 但我这人有个毛病 吃肉不吃蒜 青蒜更是一口都不碰 那个时候 青蒜什么都是张子诚吃的 都是同学 他们当初没少因为这个笑话张子诚 李可这个时候提起 摆明了是隔应我 我没理他 生筷子就加了一边的羊排 低下头慢慢啃 哦 这是换口味了 要我说 人还是应该尝情一点 别什么新鲜都想尝一下 也不管自己瘦不瘦得了 李可开始没完没了 我跟他有仇 我用眼神示意周营 他压低了声音凑过来 李可高中追过张子诚 没得手 那慧儿你俩正弹着 今天全程他俩坐在一起 窃窃私语 看来张子诚编排了我不少 李可这是想给他出气呢 我咽下嘴里的羊排抽出纸巾擦手 我这个人呢 不喜欢吃剩菜 再喜欢的东西 别人碰过了 我都宁愿扔了 我把菜赚到李可面前 你喜欢的话 慢慢吃 没人跟你抢 顺手拉了一把周营 我们还有事就先走了 不打扰各位了 我们还没走出大门 就听到后面一阵脚步声 接着 有人大力地扯住我的手臂 张子诚心红着眼睛瞪我 身后跟着一串出来看戏的同学 顾向晚 你敢说我是剩菜 显然刚刚那一幕让张子诚丢了面子 酒一上头更是不管不顾 老子是剩菜 你就是老子穿过的破鞋 穿了十年还抹脚的破烂 他扯着我的胳膊 满嘴酒气 骂得唾沫飞起 脸色仗成猪肝色 丑态毕露 七 砰狠狠一拳砸到张子诚脸上 打断了他的叫嚣 我有些木然的转头 看到了周辰暴怒的脸 他把张子诚按到地上 拳头下借一下往人脸上招呼 恶狠狠的模样 像是要把人活活打死 围观的同学赶紧上前阻止 周营也吓得赶紧上去拉他 却没一个人能把他扯开 直到周营冲他喊 你吓到婉婉了 他才停下拳头 冲着张子诚威胁道 我说过 再敢招惹婉婉 就不是一根手指的事了 你最好给我记清楚 他走到我身边 把我的脸按进怀里 婉婉 别哭 我在 我哭了吗 可我不该哭的呀 张子诚的无耻 我已经见识过太多次了 我只是不明白 我到底为什么会爱过这样一个人 感情走到最后 都会是这样面目无非吗 那晚 周晨一直陪着我 冷静下来之后 才发现他穿着跟我同款的藏蓝色卫衣 搭配白色胃裤 好不容易哄你陪我穿个情侣装 全砸了 他不满地嘟囔着 卫衣上 胡尼克挑眉坏笑 可爱 又有几分幼稚 想到他穿着这样的衣服跟人打了一架 我有些忍俊不禁 别沮丧了 过几天陪你穿 我靠在他肩膀上 心里是从未有过的安定 周晨 你一定不要骗我 他轻轻摁了一声 不知道是不是周晨的威胁起了作用 张子诚老老实实没有在做什么 我以为事情至此落下了帷幕 谁知几天后 一对中年夫妇找冲进公司 对着张子诚要打要杀 口口声声骂他禽兽 祸害了自己的孩子 人事行政全都出马 想尽办法才拦下来 将人带进会议室谈话 公司内部群再次炸锅 听说了吗 那是张总监女朋友的爸妈 这俩人多奇怪呀 不同意女儿谈恋爱 也不至于闹得这么难看吧 你们知道什么呀 小姑娘还在读高三呢 我去 那不是未成年 好像是张总监带小姑娘去旅游时候过的成人礼 严格来说 女孩当时应该是没满18岁的 不是吧 这也太离谱了 违法了吧 这你就不懂了 满14岁不犯法 就是道德层面上 有点缺德了 我看着一条条信息 内心感觉很复杂 男人喜欢年轻姑娘 本来也算正常 可是去祸害这么小的女孩 张子诚刷新了我对无耻的下限 我甚至不愿意相信 这是我爱过多年的男人 心里不舒服 也觉得过去的人与世已然与我无关 下午刚结束与客户的沟通 人事部突然找我约谈 关于今天的闹剧 我们有几个问题需要你的解释 人事总监坐在会议桌的另一端 人事主管与我的顶头上司各坐在他两边 与我形成对质 张子诚的事情 为什么需要我来解释 万万没想到我又被卷入其中 你别激动 我们也只是依据事实找你问几句 人事总监推推眼镜 将一打照片推到我面前 年轻小姑娘跪坐在酒店大床上 身上只穿了一件宽大的男士衬衣 俏皮的吐着舌头 看镜头 光影尺度惹人遐想 还有一些 是两个人的合影 牵手 拥抱 接吻 正是张子诚和他的小女朋友 尽管早就知道他出轨 但当事实如此直观地摆在面前 我还是忍不住有些恶心 更不懂他们为什么要给我看这些东西 有人给陆小语父母发了邮件 除了照片 还刻意描述了张子诚是怎样欺骗无知少女 附带公司地址和他的个人资料 你们在怀疑我 公司有同事反应 你曾经在茶水间放话 警告张子诚不要招惹你 你手上多的是他出轨的证据 而据张子诚说 上周你们同学聚会 他久后不小心又得罪了你 我说的出轨证据 是他和别人的聊天记录 这些照片 我从来没有见过 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我可以容忍很多事情 但我无法接受被冤枉 我们也不想冤枉了你 但经过技术部的同事追踪 发出邮件的IP 和你居家办公室 是同一地址 我第一反应是 这不可能 可是对方的电脑上 调出的两个IP地址 确实一模一样 八 不是我 我没有必要去做这样的事情 我极力否认 有什么东西 电光使伙伴在脑海闪现 但我没有抓住 顾向晚 公司虽然在意员工的私得 但是更不允许 有人为了私愿 将公司生育抛之脑后 你被辞退了 公司会按照规定 对你进行N加1的赔偿 现在就去收拾东西吧 我不敢置信 目光落在我的上司身上 平时总夸我是得力干将的人 此刻避开我的眼神 一言不发 他们轻易就给事件盖棺定论 甚至让人是主管监视我 除了私人物品 公司相关的东西 一件不许我触碰 这就是我为之工作六年的公司 这就是我共事了六年的同事 我的心凉透了 沉默着打包完自己的东西 人事主管送我出了公司 他有些犹豫地看着我 咬咬唇道 玩玩解 我们都知道 这件事情不是你做的 但是没有办法 辞退你是老板层的意思 我们只能听从 谢谢 我知道了 这是我自己造的孽 毕业后 我和张子诚是同时进入公司的 为了让他晋升的路走得更顺利 从一开始 我花大量时间做好的方案 都是他的署名 自己则故意做得差一点 我自信同期的人中 不会有人比我们更优秀 很快 他爬上了总监的位置 我也成为了公司的中层管理 几位老板欣赏他的才干 并不知道那些方案的背后 是我的付出 手机震动打断我的思绪 是周晨发来的信息 姐姐晚上想吃什么 我给你煲汤好不好 还配了俏皮的表情包 他只有心情很好的时候 才会叫我姐姐 我也终于想起 自己之前忽略了什么 拨通周莹的电话 我只问了一句 周晨是学什么专业的 计算机啊 好像是网络相关的吧 具体我也没问 我爸妈还担心过 他会走歪路去当黑客 你居然不知道 也太不关心自己男朋友了吧 周莹后面的调效 我已经听不清了 计算机专业 相同IP 原来真是这样啊 午后的阳光炙热 却轰不干我心头的凉意 我一个人在街头游荡 后知后觉的想起 我为什么会轻易接受周晨进入我的生活 我本来就不是容易信任他人的性格 又刚刚经历分手 他只是出现的时机刚好 顶着一张人畜无害的笑脸 天真热烈地表达喜欢 恰如其分地填补了我内心被抛弃的伤痛 细想 我们发生关系那晚 也都是因为酒精勾起了脆弱的情绪 我不了解他 他也并不了解我 思绪胡乱飞着 天降黑时 我才打开了家门 周晨身上系着围裙 高大的男孩子举着锅铲 见我回来 脸上扬起明媚的笑来 姐姐你怎么不接电话呀 再等我一下 牛排马上好了 餐桌上燃着蜡烛 花瓶里是新鲜的花束 桌面还有一瓶开好的红酒 好似在准备庆祝什么 我沉默着放下东西 静静地看他忙碌 牛排上桌 他终于发现了我的一样 姐姐 你怎么了 大概是我的脸色太难看 他询问的口气 小心翼翼 先吃饭吧 我握紧刀叉 泄分般切割牛排 力气太大 刀叉划过餐盘 发出刺耳的嘶辣声 周辰没说话 只是默默地把切好的牛排放到我面前 拿走了我那一份 这份体贴让我觉得 我像个无理取闹的人 我放下餐具 再也提不起一点食欲 姐姐 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她满眼担心 就好像真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好无辜 好坦然 我突然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踢了踢脚边的箱子 我被公司辞退了 心中有些压抑不住的恶意 你觉得这算不算大事 怎么可能 她突然激动起来 你们公司有病吗 明明是张子诚 话语戛然而止 周辰有些惊慌的闭上嘴 九 明明是张子诚的丑闻 为什么公司不辞退她 反而辞退了我 对吗 周辰的目光开始闪躲 你黑进张子诚的电脑 盗取照片 你调查他女朋友的一切 让陆小雨的父母闹上公司 你觉得自己是个正义使者 惩罚渣男小三 为我这个可怜的原配晚尊 带到渣男前程被毁 你再告诉我真相 你想得到什么 我对你感恩戴德 还是证明自己有手段 能让真心陷落 不是这样的姐姐 周辰抖着唇解释 我只是心疼你 我只是不想让伤害你的人好过 别自以为是了周辰 我冷冷地看着他 你问过我吗 我需要你做这些吗 你了解职场规则吗 你知道利益和道德之间 资本会如何选择吗 仗着自己聪明 就以为可以无视人情事故 周辰 你自作主张 毁掉的 是我打拼六年的成果 姐姐 对不起 是我错了 她想拉我的手 却在我目光中停下动作 聪明如她 已经预感到会发生什么 近乎哀求的低声认错 姐姐 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打我骂我都可以 能不能 别不要我 最后四个字 夹杂着破碎的物业 我眼眶也有些发酸 却还是硬下心肠 周辰 我们不是一路人 就这样吧 我不要 她不顾一切地抱住我 抱得很紧 很紧 姐姐 晚晚 她胡乱地叫着 我可以说对不起 一千遍一万遍都可以 你别不要我 有泪滑进我的脖梗 滚烫 以往总是这样 她叫几句姐姐 半半可怜 撒撒娇 我就忍不住妥协 我以为是自己在包容小孩子的任性 却没意识到 看似总在示弱的她 才是感情中的主导者 我任由她抱着 一动不动 周辰 别再做幼稚的事情 周辰走了 关门声响起 我瘫坐在地 毫无顾忌地痛哭出声 和张子诚分手时 我告诉自己 爱情没了 我还有事业 用工作来麻痹自己 强撑着脆弱 可现在 我连工作都失去了 你有能力 找新的工作并不难 晚晚 你要相信自己 这是周莹安慰我的话 我知道她说的是事实 可她不知道 自父母离异 我就变得很没有安全感 害怕一切改变 包括张子诚 自高中开始 她就在我身边 考同一所大学 进同一家公司 我曾经以为 她会一直在的 与其说我多爱她 不如说 我贪图和她在一起的安稳 分手以后 我是惶恐的 但是幸好 我还有一份 做了六年的工作 生活还有一半 可以保持原状 直到今天 全没了 想到新的工作 新的同事 新的人际关系 我心底只有排斥 与反感 我放空自己 关闭了所有电子通讯 整整一周 带到周莹 因为担心偷摸进入我家时 症状上 我从预示出来 不是给你发过信息 不用担心我吗 还不是周辰 怕你出事 天天催我 我挟她一眼 她对着自己的嘴 做了个拉上拉链的动作 看着家里堆得乱七八糟的东西 她忍不住好奇 你这是打算干嘛 我准备离开这里了 想了想 我还是对她说了实话 早几天就有猎头给我打电话 同行业的一家上市公司 对我的履历感兴趣 约了今天面谈 你前些天那个状态 还给自己做了简历吗 没有 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有我的资料 大概猎头公司 总有自己的信息渠道吧 面试很顺利 对方非常认可我的工作能力 开出的工资更是从前的两倍 只有一点 需要支援杭州分公司 最少半年 我答应了 十 我不管 我要陪你去杭州 周英语出惊人 你去干嘛 工作不要了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工作换来换去的 都不稳定 别否认了 你很需要我的 大不了我委屈一下自己 让你养我 她拽着我的胳膊 腻腻歪歪 不得不承认 她说的有理 她占据我生命的时长 是张子诚都要望而却步的存在 最终还是顺了她的意 新生活没有想象的难 原来当你能力足够碾压一切 人际关系也会变得简单 加上不必顾虑会超过谁 背靠总公司 我大到阔府的进行改革 分公司的业绩节节攀升 随着秋天来临 我职位又升了半级 天气转冷 手脚开始冰凉 突然就想起周辰 想到下雪天 她握住我手揣进口袋 睡觉时喜欢熊抱住我 浑身滚烫像个小火炉 分公司不是没有帅哥 更不缺少追求我的人 只是那些人在我眼里 总也比不过周辰 眼睛不如她亮 手不如她宽 声音没有她好听 性格也不如她讨喜 方方面面 点点滴滴 时间没有磨灭她在我心里的样子 空间距离反而让她的一切更加清晰 所以 当公司准备收购月重 我曾经就职的公司 我毫不犹豫接下任务 回了江城 时隔半年 重新踏入公司 我的身份已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 行政总监恭恭敬敬地迎接我们一行人 往会议室走 路过一处洽谈室 里面传来的声音让我停下了脚步 贵公司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堂堂总监做的方案 经过了各部门层层审核 现在却告诉我 方案有误 协商重迁 声音沉稳了不少 但我还是第一时间听出来 是周辰 周总 您不可能没发现那处事物 求您行刑 好吧 上千万的损失 我们真的承担不起 苦苦哀求的人是张子诚 其中掺杂着一些复合生 就由我曾经的上司 合同已经签字盖章 妥善封存 后续工作会按照流程进行 贵公司如有意义 请联系我司法务 我本人就不再参与了 我听到了椅子滑动的声音 伴随着的 还有张子诚的口不择言 姓周的 你处处针对我 不就是因为顾向晚那个贱人吗 你那么宝贝 他有什么用 他还不是不要你 你心心念念的女人 跟了老子十年 被老子白睡十年 你连老子不要的破鞋都得不到 后面的话被打斗声取代 行政总监打量我的脸色 神色尴尬 冷汗直流 看来贵公司事务繁多 我们还是改天再来吧 正打算转身 洽谈式的门开了 周辰的脸毫无预兆的映入眼帘 还是那么乍眼的五官 只是头发梳向脑后 多了几分稳重 因为刚刚打过人 他还在微微气喘 后面的人也都看到了我 一时间 场面诡异的安静 我眉毛不自觉的皱起 正由于要怎么开口 周辰低下头 从我面前走过去 净是一下都没有停留 就这么走了 我的心沉入谷底 晚上回家 我开始逼问周莹 解释一下 周总是怎么回事 视频那头 周莹正在啃薯片 他新男友是杭州本地人 这次并没有和我一起回江城 听到我的话 他心虚的左嫖右嫖 见怎么都逃不过 才无奈开口 你就不奇怪吗 毕业这么多年 我没正经工作过 是怎么活下来的 你该不是想告诉我 你是个富二代吧 不怪我怀疑 他家我是去过的 虽然地段好 互行家 但也就是华丽点的四十亿厅 他本人从学生时代 更是没有什么奢侈的偏好 偶尔几个大牌包 也不过几万块 哪里像是有钱人家的小孩了 哪里就不像了 他反驳我 是我妈妈喜欢普通人的生活 我爸又一心听他的 本来周辰不打算接手家里生意的 打住意识到他想说什么 我及时切断话题 这次周英没有退缩 晚晚你别对周辰那么狠心 他很喜欢你的 喜欢我 他今天明明无视我 有些事情我说了不合适 但是你信我 他的爱 你入股不亏 入股不亏 他当作生意呢 再见周辰 是在公司庆祝收购完成的酒会上 他提供了与约众的合同副本 帮我们在收购谈判中占尽优势 总公司更是拿捏此事 省下了小两千万的资金 而张子诚 个人行为造成公司损失 不止被开除 还要承担一半的经济赔偿 想来下半辈子都要在还债中度过 我忍不住朝周辰看去 他穿着休闲西装 红酒杯在指尖摇晃 灯光都格外偏爱他 笼罩在他周身形成光运 不过短短半年 他就退去了满身的学生气 气质锋利的犹如利刃出窍 他迎着光影 在满场宾客的喧哗声中 站到我面前伸出手 重新认识一下 远上公司 周辰 我倾出他指尖 顾向晚 想收回手 却被他紧紧握住 他凑近我 低声而语 我长大了 不会再做错事 可以原谅我吗 晚晚 整晚 他陪在我身边 拒绝了一波又一波靠近的人 一如初见 十一 番外 其实很多事情我都知道 猎头会收到我的资料 是周辰想办法送进去的 HB公司 也是他挑选过的 觉得足够适合我的新公司 他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帮我 也许不够成熟 思虑不周 但我知道 他是真的爱我 只是这份爱来的莫名 我总会感到不安 直到与他和好的第三个月 我在他的卧室 看到一幅手绘星空图 太眼熟了 更别提画底部那排狗排一样的字 愿你的明天 如星汉灿烂 一个学画的艺术生 写出如此难看的字 正是周莹嘲讽我的槽点 可我的画 怎么会挂在周辰的卧室 我又实在想不起来 自己是什么时候画的这幅画 是八年前 周辰将我搂进怀里 说话的声音有些气闷 没良心的 你还真是忘得一干二净 八年前 我大三即将实习的最后一个暑假 曾经在周莹家小住 那时的周辰 还是个带着小天才电话手表的 小胖子 一米六的身高 胖呼呼 圆滚滚 周父周母 非常恩爱 也由于过分恩爱 经常忽略他们姐弟 小胖子正是敏感叛逆的年纪 由于外表又在学校被嘲笑 在某个周营偷跑出去约会的下午 他带着一脸伤回了家 我手忙脚乱的帮他处理 应该是很疼的 可他一声不吭 我糊了他满脸窗可贴 他拍照发给了父母 良久 突然问我 如果连爸妈都不爱我 是不是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会爱我了 想来是没有收到回复 我突然想到父母离婚后的自己 怀疑自我 怀疑爱 第一次 我跟人讲起自己的事 讲到高考结束 一向爱的父母突然要离婚 他们说彼此早就没有感情 是为了我才维系着婚姻 我的成年 意味着他们的解脱 长大以后 我才明白 他们本可以早早分开 是考虑到我 才忍了那么多年 这又何尝不是爱呢 我伸手揉了揉他的脑袋 哪有父母不爱子女的呢 但我们要允许他们爱自己啊 那天 小胖子等来了父母的回复 我也画了那幅星空图给他 你的名字是周辰 满天星辰 星汉灿烂 那么美 饮满了父母的爱意 星空图真的很美 但是你眼睛闪闪发光的模样 是我心里最美的存在 周辰一边叙说 一边细细吻着我的肩颈 我一把推开他 不是吧 那惠儿你几岁 十五 他声音里是压不住的笑意 你也太早熟了吧 突然就有点接受不了 所以 你可是我的初恋 周辰把我整个人圈进怀里 周应说 你有男朋友的时候 我就在心里想 还好我年纪小 有的是时间等 你总会分手的 没想到这一等 就是八年 他滴滴的叹息 还好让我等到了 我亲吻他的额头 谢谢你等我 也许这世间唯一不变的 是一直在变 但总有爱 等在你前进的路上 查看下一张 全部收起 看下这张 你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